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几期一直在讲红楼梦的秘密 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知道那些大人物 决定我们命运的 那些手握重拳那些人 他们在公开的话语背后 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隐藏了什么不能公开说的话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我们每个人的 可以说身家性命 都与此相关 尽管最终都是上帝的剧本 但是上帝的剧本 也是有人来演出的 这个舞台上乱糟糟 你方唱把我登场 乱哄哄 这个唱的竟是一些听不懂的那些细词 但是你必须得听懂 你还听不懂 那个这是祸福不可测意 我们讲了几期 习近平和红楼梦的关系 红楼梦相当于就是一个谜语手册 这里边有大量的谜 我给大家讲了 这个主要的编注者就是郭纯真 郭纯真最擅长的就是 拆字 设这些字迷 红楼梦整个的就是分曹社府 分曹社府 这叫啥意思 就猜字迷嘛 猜各种迷 红楼梦你可以说到处都是 都是 从红楼梦这三个字 到石头记这三个字 再到曹飞琴这三个字 再到道红悬这三个字 十几个字 哪个字不是 这个秘密套着秘密啊 当然很多朋友接触的都是简体字了 但是有必要啊 你重温一下繁体字 重温一下繁体字 你知道中国文明啊 这种博大精深 我们没讲过三二八 是吧 三二八不就苍结的 这个造字的啊 苍结的诞辰吗 那为什么要三二八呀 然后冬月大帝观 一切先返轮回的 冬月大帝的诞辰也是三月二十八 是吧 老子成仙非圣 也是三月二十八 是吧 我们讲这个皇帝啊 宣言皇帝 孟徽华旭 也是这么一个三零二八啊 他这个前面二三十年 把国家越制越乱 是吧 后来中间闭关 重回华旭国 华旭梦 然后就有经过二十八年 天下大志啊 沿着有华旭之风 皇帝就成仙了 为什么关系这么密切呢 一切都是那个字啊 一切都是那个字啊 就是秘密啊 石头记第一句话 当日地线东南 是吧 洪水爆发嘛 对应那个女娲补天的时候洪水爆发 也对应洪城仇啊 这个历史的关键这个人物啊 是吧 都跟这个有关 那洪字我们讲过多少次了 是吧 就是这个洪梦啊 西游记啊 水浒传呢 都喜欢 那个 讲那个洪字啊 水浒传那个开篇啊 那个释放 那个天罡地上 一百妖魔 一百零八个妖魔的 洪太尉 欲洪则开 洪信 是吧 西游记到最后 取经五人组啊 走到灵山脚下 碰见这个扣洪 扣元外 是吧 这个西游记里 那个什么 那个江流二啊 玄奘 他爸 陈光蕊 碰见这个水贼 水贼这个流洪 最后呢 被刘洪 被这个开篷万新 为什么呀 咱们为什么啊 就是这个 这最基础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就是 因为洪啊 就是3028啊 3028啊 老毛的这个 核实验部队啊 也是这个兽 都是都是这个 这个世界 他有这个基础的秘密 我们一直大家讲啊 原形原数 啊 在产生这个原意啊 就整个世界 最根本的这个道理啊 一直在大家讲 比方说 说到这个洪隆猛啊 因为我们 这几期的主题啊 是大家讲的啊 因为这个事啊 已经非常急迫了啊 眼下的这个事 都对应上了预言 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一步一步实现 上帝预言 上帝的剧本 是在按部就班的往前推 各个人物啊 都纷纷的 显出了原形啊 都无一例外的啊 爱上帝的剧本 在往前走 看着台上打得很热闹 背后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共同的走向 世界的走向 那个去世啊 不可扭转啊 天命不可违抗啊 不管谁怎么折腾啊 认命不认命 最后都一样啊 没有丝毫 这个丝毫的变化 只是大家呀 最好老心里明白啊 心里明白 会少很多纠结啊 我在这个 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啊 摸牙废嘴的 也是这么一点小心思啊 大家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啊 就心里透亮啊 知道这个事儿能起到哪儿 闹到哪儿啊 老百姓俗话不就这么说的吗 咱比方说我们红楼梦最后结尾啊 红楼梦最结尾 那几个关键人物都出现了吗 真是尹 甲玉村 香陵 甲宝玉 是吧 这个曹雨琴 也都出现了 是吧 那个红楼梦最后呢 不就是甲政 用这个船呢 通过大运河啊 要回南 把这个甲母的 清可清 王熙凤 林黛玉 这些灵鹫啊 要回南送给他老家 林书上的老家不是他的精灵吗 那石头城啊 回到那边去 去下葬啊 去安葬啊 因为他之前 他们是都寄放在 他们甲府的这个家庙啊 叫铁坎寺 都放在那儿的啊 就最后呢 甲政的干这个活儿 那时候甲宝玉不都已经 那个最后赶考吗 考了一个众香葵啊 这个甲玉雀臣源 慕黄恩 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甲宝玉的最后呢 活着19岁 考中第七名 是吧 这也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19和7呢 我给大家讲过 19和7啥意思 是吧 19和7什么意思 19和7 对应这个 它是互相相对的啊 19点对应这个7点 但是 另外呢 给大家讲这个红城仇啊 当年那个考试啊 是考上了这个第19名啊 试科法呢 是这个 是当时啊 这个过渡前 到主考录取的这个7个 7个举人中间的一个啊 有时候第7个举人啊 就是197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 这个赶考之术啊 陈旭筹位啊 陈旭筹位啊 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511啊 511这个28 都是四合五之术啊 都是对应这个 这个38 83 238啊 都对应这个术 就是绕来绕去啊 离不开这些术 你始终明 你始终不离开这些术 你就始终不会被绕晕了 不会被绕晕了 一会夹政呢 这个事办完了 那这个 然后说这个回城 回城走了 这个书里 记载了就有意思了 就说你从南京啊 你往回走啊 这个 他怎么会 意思是走到哪去了呢 走到这个P01呢 但是书就这么说的啊 说P01啊 这个那天 贾政写了帖子 让那些家人啊 你上岸啊 去这个 拜谢那些亲友 写了这个帖子啊 拜帖啊 贾政就在船上待着 然后其他家人就上船走了 他们在这个P01 P01是运 但是他在今天 江苏常州 宜兴 他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驿站 那就是那时候啊 就是水路啊 一个交通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在那个船上停着 这时候贾宝玉出现了啊 在那个僧人 道人的劫持之下 光着头 赤着脚 穿着大红星星斗篷啊 出现在这个 贾政的船上 贾政一看大吃一惊啊 光着头 好 这宝玉走了啊 就 宝玉就 这个口中无言啊 就是 跪下来磕头 然后僧道啊 就 就劫持的走了啊 就一边一个啊 夹着走了 这个贾政就追 下着雪就追 然后追着追着就看不见脚印了 因为脚印都迷到了雪里边去了 转过小绅 听不见了 贾政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听见那个前面有人做歌啊 唱歌了啊 就在知道啊 就是那个 我所居膝啊 鸿蒙太空 我所游戏啊 我所游戏啊 鸿蒙太空 我所居膝 清耕之风 谁与我什么游戏 无以谁从 茫茫苗苗兮 贵笔大黄 贾政 追得气喘吁吁 眼泪连连 追不见了吗 回来了 家人就跟着他回来看 回船上看不见人了 跟着脚印也追着来了 看着前面 这个僧道 这个贾池宝玉网 在前边 这个贾政在后边 那个家人在第三步 他互相追 看贾政回来追不上了 贾政回来了 就说明白了 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误了 就是 宝玉啊 原来是真人啊 这个佛下世 这个降生臣世来历劫了 这个 也是这个 可怜的老太太啊 就贾母啊 疼他十九年啊 最后 开始走了 在这儿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这个 《红楼帽》整个写的线索 它是大开云宗啊 就是 警教的一个外衣啊 就大开云宗 大开云宗这个 排着这个 《严法》呀 它叫《严法》 也叫《严接》 就也叫咱们俗话 老板俗话叫做排辈 是吧 三十个字啊 广同庙铺 红盛喜昌 祭祖续宗 惠振为方啊 原文敬至 德行福祥 承兴觉海 了物真常 就最后这个字 了物真常 在这儿 就了却陈元 贾宝玉最后 是吧 来给他爹 毕竟他生身之父啊 来给贾政来 来拜别 最后见一面啊 就是磕几个头 了却了啊 就了了 了了陈元 走了 回到这个 他的清耕之风啊 那个 悟呢 大家知道这个 这就是贾政误了 终于误了啊 就是父子一场啊 这么多年啊 也是 也是吃力费心的 打也打了啊 也是 这个 服养啊 就是这个 义务也都尽了啊 最后 终于明白了啊 误了啊 这是 这个佛祖下世啊 真人下世 他不是佛祖 因为他是僧道啊 他是僧道 又是和尚又是道士啊 就真人跟 这个活佛下世的啊 是是这样子啊 就终于误了 就真常的 这是有真人啊 就是这个 真相就是真啊 在这儿就是常州 终于看了一下 宝玉的本相了 光了头 披着大红星 斗篷这个赤着脚 就是常的 就是他那个意思 就是也是一个单位啊 也是一个 尝试衣裳的这个本次啊 衣裳衣裳啊 衣裳就是围着的啊 像那个斗篷一样 你看穿下裙子一样 围着的 他也是一个单位 就是数量单位 就是一丈六尺 在这的佛佛今生啊 都是丈六今生 就是群是八尺啊 长啊 就是一丈六啊 我记得是这样啊 就是大家可能再去查一下 因为时间久远 就是记得不太清楚啊 寻长是一个数量单位啊 就是八和十六 这个说法啊 他知道这个嘉玉村 八十六啊 进京赶考啊 我们也说过了啊 就是和尚的这个了物真常啊 结果贾政回京之后啊 写上了这个奏章 因为皇帝还下旨啊 让那个武成兵马司啊 就是这个 这个寻补营啊 都找这个宝玉啊 因为宝玉这个考完之后 出考场就丢了啊 是吧 他又是原来贾飞的弟弟 是吧 皇帝的下旨就正搜呢 就找他 把他找出来 贾政回来赶紧 这个什么 赶紧给这个皇帝上表说啊 当时怎么是那种事 皇帝听啊 但是竟然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不能再超为官啊 是吧 看来这是真人呢 就被封了一个什么 封了一个号啊 叫文庙真人 文庙真人 在这大家就明白啊 庙什么字啊 庙是少女也 文什么意思啊 整个就在讲这个 红楼梦是少女做的文 答案是如此简单啊 答案是如此的简单 就是宝玉 那这红楼梦还有个妙玉 红楼梦还有个妙玉啊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过 十二叉的唯一的出家人啊 唯一的出家人 他跟那个四大家族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也没有这个婚嫁的 什么什么拐弯关系都没有啊 是纯粹的一个宗教的啊 但是妙玉呢 就身上就代付了 很多这个宗教的信息 他又是代发修行的尼姑 也是这个道士啊 因为他的师父 这个福吉啊 占卜啊 请的是这个铁拐礼 他说他还是道士 他跟他师父啊 还是住在谋尼院 谋尼院是谋尼教 在这是名教嘛 是吧 这个西门外的这个谋尼院 后来他这个 在大国园里啊 就是那个 又显露出他的这个 他宝贝这个茶具 和各种茶叶 和茶道的这个精通 跟大家讲的是清茶门 清茶门 这个中国有个民间宗教 最好就叫清茶门 但清茶门不一定严格就是叫清茶教啊 因为他最早起源于这个就是这个谁 叫弘阳教啊 那知道就万里二十二年一征月十五日 开始传的这个 韩太湖啊 所创立的这个弘阳教 以茶传教啊 这个就是泡茶跟汽茶 这个病都炒了 就显示出他的这个又是道教啊 佛教 奴尼教 是吧 然后还是这些民间密教 通过这个贾宝玉啊 那个景德盖碗啊 贾宝玉说这个我当家了啊 看我的面子送给刘姥姥吧啊 拿清水去冲啊 放在门口一个景德盖碗 来知道是那个景教 景门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贾宝玉啊 跟这个庙玉啊 两人就是这么一个绑定关系 为什么 出来个庙玉来绑定 其他的绑定 宝玉的这个宗教属性啊 就是庙玉什么意思啊 少女玉也啊 那边是个宝啊 传家宝玉写 传国宝玉写 那边就是庙 少女都是少女 最后贾宝玉封了文庙真人啊 这就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 少女写的啊 就是 郭独贤的次女啊 郭纯真 来做的这些文 这就是个文字啊 就是字迷啊 大家明白啊 就是 红楼最后一回写的 这个 这个事儿 完了之后啊 才是 这个 这个 嘉玉村啊 归结红楼梦啊 嘉玉村 这个 又用了贪否啊 被罢官啊 这个 走到 这个 那个 知基县啊 知基县 这个 这个 吉留金啊 绝迷度 遇见真实银啊 大家知道啊 真实银又说 我要去 这个 这个 建湘陵 把县陵接回来 历经产难 湘陵 这个 最终这个 落到薛家了啊 是吧 给这个 留下一丁给薛家 留下男孩给薛家 以乘宗调 他给大家讲过 这就是 丁薛祥的意思啊 就是 就是 呃 习近平为什么要啊 这个 这十年来 是吧 几乎十年来吧 啊 一直用丁薛祥当中办主任 习近平办公室主任啊 这个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中央军委 这个中央军办公室主任 不是他 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啊 一直都是丁薛祥啊 为啥呀 因为他跟习近平 总共共事就七个月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任度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 这就叫天造地设啊 就是明白剧本了啊 明白剧本了 就就就对 这个这种互相这种信任啊 不是因为 这个 就看好看啊 或者就是这个对眼了啊 肯定不是啊 这是天道啊 这就天道啊 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啊 这是老天爷安排的 所以大家都按这个来 所以习近平的这些年来 所有的这个政策啊 大政方针 听提出中国梦 道绿水青山啊 国之大者啊 更续红色血脉啊 讲好红色历史啊 粮食啊 这个端好端中国人的饭碗啊 或者这个甚至一带一路 来这一带一路什么意思啊 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啊 都是那个鸾子的意思啊 归根结底 就是都是道的表现 那就是中共啊 在官方媒体也搞了很多频道啊 比方说叫静观啊 什么这个习近平的 这叫什么 跟着习近平 跟着习近平 总组计学学圆点啊 学经典啊 什么国学 我看这好多 好多 但基本上都是在属于什么 属于 属于 毕竟的官方媒体嘛 他只能 点到为止啊 用官方媒体 用官方媒体的规矩啊 他有那个 他不能像我一样说啊 他可能也是因为 有些事只能我说 他们确实也不能说 他做了很多 可以说做了很多工作 精心准备了很多很多工作 就大家看到 关于习近平的报道 包括官方的这个 对新西思想的这种宣传呢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模式照片啊 然后确实的讲啊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啊 然后某年某月某日 说了什么啊 说了同样内容 同样内容又在某年某月某日 在什么什么地方说的 明显是在啊 做准备啊 就是这是看得出来的啊 就是官方组织这个 对习思想啊 对习的言行的解释 大家知道习的言行 就是在传道啊 明告给大家 这就叫传道啊 就是 你当一个国家领袖啊 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啊 最高的境界叫做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就是等于是 你还不能不能就是 完全靠着这个皇帝的 国家主席的这个权威啊 是吧 说一不二 什么进口预言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不行啊 要讲道啊 就圣人之道啊 内圣外王啊 外边还有这个权威 但是内里呢 是圣人之道啊 就天地之道 是这样的啊 习近平基本上是按这个来 是在按这个走的 对他走的很好啊 就以我的眼光来看的啊 基本上是 这个北京冬奥会啊 然后后来是这个北京冬残奥会 4月8号呢 是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表彰会 习近平出席了啊 带着常委啊 规模搞得很大 在人民大会堂 习又又讲话了 但这个讲话 可能大家都别的不记得了啊 就记得了这个习近平说这个豆包 哎呀豆包 然后这个 我看这个现场的视频啊 因为这个没在讲话稿里 跟后边的讲话稿不一样 后边的讲话稿啊 就是公布的习近平 当时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表彰会上的 这个讲话稿里都没有啊 都是官方语言 他就等于说他留官方说面语啊 就是习近平口头那些话都不记了 可能没在讲话稿里 可能现在也是说习近平发挥的 就说浓度的年味啊 浓度的年味来了 习近平说这个香饭饭的豆包啊 习近平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哎呀豆包啊 豆包啊 然后突然冒出一句了 国外领爱吃馅饼啊 外国人爱吃饺的 这个没在讲话稿里啊 就是可能留着空的啊 让这个领导自己发挥的啊 这中共写作有那么一个习惯 是吧 但是很有意思啊 大家想一想啊 整个这整整整段这种话里啊 他是他先从什么时候说 就是这个煽情的这段 而成童话说 就是说一位护其手说啊 我站到奥运会的生气台 心中满满的自豪感 想到祖国如今的繁荣 昌势多么来之不易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骄傲与热爱 泪水就夺旷而出了 然后下面就是啊 巧妙蕴含了中华文化的东奥场馆啊 活泼敦厚的冰敦敦 体性祥和的雪融融啊 扑面而来的中国年味啊 香氛氛的豆包 这是讲话稿里的 再接着啊 豆包啊 古爱林爱吃馅饼啊 外国人爱吃饺子 没有了啊 这不是讲话稿里的啊 就是冬奥梦和中国梦 精彩交织 包含圆融和合 等中国理念的开闭幕式 这是整个讲话的逻辑 大家知道我 前几天我刚给大家讲的啊 讲这个新影片的绿水青山 给大家发了这个红豆词啊 就是 红楼梦第28回 就加宝玉 行这个酒令啊 就是 第一句话啊 就是这个第一句啊 就是这个 滴不见相思雪泪 抛红豆啊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最后就是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啊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六不段的绿水悠悠啊 就叫红豆词 那这个我认为的啊 红豆梦整个这个里面 诗词啊 歌赋啊 里面这个算写的是 很好的 是相当不错的啊 相当的这个感人的啊 挺不错挺不错的 我给大家姐姐解释啊 都是在突出一个篮子啊 都在都讲这个 留不断 遮不住 解不开啊 这个什么 什么挨不明啊 一系列啊 都是在讲一个篮子 这个纠缠 但在这看明白吗 整个这个这个逻辑啊 护其手的眼泪啊 那护其奥运五色旗啊 就是中国人就红旗啊 嗯 护其手的眼泪 然后豆包 下面份的豆包 但是豆包的就是一把红豆啊 红小豆啊 吃沙豆啊 吃豆 眼泪 红的啊 这个红豆 吃豆啊 河泥写什么意思啊 那不就是 滴不尽相思 血泪 抛红豆啊 就这句话 啊 就这句话 张锦跟着说 这个 郭爱玲啊 爱吃馅饼啊 爱吃馅饼 这个 外国人爱吃饺子 为什么老强调 凡负强调这个呢 啊 等于这个讲完话 大家可能啥都不记得 就记得这句话了啊 郭爱玲爱吃馅饼啊 这具体提到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名字 是吧 这完全不是书面语了 就是很生活化啊 很口语化啊 就符合习近平平时讲话的一个特点啊 就不是那种 像胡锡涛原来讲话那种 唇干干拔的 那个完全都听不 胡锡涛原来的讲话 我只是一个一片半片的都看也看不下去 听也听不下去 那简直是一个折磨啊 我不喜欢听这种这种太书面语的这个东西啊 纯粹纯粹是折磨人的 那习近平呢 当然大部分时候也念稿啊 那有时候也是脱稿的讲的这样 我觉得还是反映人的真性情啊 反映到不错 我就觉得这我我喜欢领导人说话是这样的啊 就是不管中国领导人还是外国领导人都一样 在外国领导人一般不会像说中国胡锦涛 那种那种我纯书面语的那种严丝合佛的那种假话啊 这个老外的领导人基本上都要注意这个可听性啊 你得考虑听着的感受 你不要把听着给恶心死了 或者给憋死了 是吧 赫玛大巴尔多给捂住 首先为什么要老是在这个会上来讲这些东西啊 讲这些东西 为啥呀 首先大家回顾一下啊 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滴不进相似血泪泡红豆啊 就是这个红豆丝的这个开头啊 然后他还讲什么 这个冬奥会跟这个冬残奥会的表彰会啊 但是冬残奥会跟冬奥会的这个开闭幕式啊 是吧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这个冬奥会是2月4号啊 开幕啊 到这个2月20号闭幕啊 2月20号闭幕 2月20号闭幕呢 是中国的阴历的正月20啊 正月20是什么呢 正月20是女娲补天节啊 这次这个闭幕式表演啊 闭幕式啊 这个开幕式闭幕式都是在这 都是那个大雪花啊 奥运五欢和这个大雪花啊 大雪花是不是我们讲的红楼梦结束的时候啊 贾宝玉最后消失在大雪中 一帮人前赶后追的都把自己的脚印 迷在这个大雪之中啊 白毛大地白毛毛一片震干净 大家知道这啥意思了吗 是吧 大雪就是华絮啊 僧和道和贾政都是郭都贤的化身 代表了佛道儒三教啊 贾政的是正把人的这个儒教啊 为官的啊 科举上去的还当儒考的 是吧 那个僧人呢 那就佛教了啊 那道人呢 那就是道奥教啊 这就是这个佛道儒三教啊 都是郭都贤的化身 然后也是他的真正的含义 也是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 合一在哪了 咱们知道大雪花 一个雪花六瓣啊 其实就是三道啊 三道交叉 三人共守啊 乌之姓啊 水满江山我之名啊 这推博图是这个讲过那个的啊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个木字形 雪花就是个木字 贾武文的原始的木字 就是个雪花形 大家记住了啊 雪花形 就讲这个意思了 三教合一啊 然后僧道儒 中间呢 共同成就这个贾武玉 这个玉玺 权力的象征 赋予所有人王权的 这就是拯救的方舟 所以最后 佛道儒 跟贾武玉都出现在 大运河的这个船上 这就是方舟的意思啊 然后脚印 就是旅记 都消失在大雪之中 被大雪盖住了 这就是贾 这个贾武玉最后的归宿 这个含义 大家清楚了吗 就是 也就是闭蒙身上所表现的 关于 这个张艺谋 这个人 我给大家讲 张艺谋这个生日 后来改的 为啥改的呢 张艺谋自己说 这个记错了 错了一年多 年月日都不对了 要改了 其实告诉大家 这个 这是一个 又避嫌呢 但又是一个谜 也是个涉谜 就过了多半辈子的 这个11月14的生日 他正好是阴历的10月16 所以张艺谋知道 张艺谋是习近平的 御用的导演 习近平 所有经手的这些大事 大的这个演出 奥运会的 两届奥运会的 然后什么 G20的领导人的峰会 什么的 都是张艺谋 都是张艺谋 大家为什么 这就很明白了 就1114和1616 所以这一次呢 东产奥会 就压轴之作 都是大雪花 都是这个大雪花 然后张艺谋自己讲 讲这个创意来源 就是 就那个诗啊 李白那个诗啊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飘落悬缘台 轩缘什么 轩缘 黄帝 黄帝梦 整个红楼梦在讲这个呢 所有人都要回到华旭国 但是他要开端于 黄帝的黄帝梦 做个大家讲过 我是习近平的 但是是黄帝这个白黄黄的 还是黄色这个 轩缘黄帝这个黄 在这你看到没有 都对应上了 这个张艺谋这个来源 就是大雪花 飘落悬缘黄帝的 轩缘台 跟红楼梦讲的主题思想 大家想想是不是完全吻合 完全由张艺谋来操盘这件事 这个是114和116生日的 大家想一想 张艺谋后来要把他赶上4月2号了 4月2号其实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4月2号就是 我们现在考证的 有那么一个时间点 就是在圣经的耶稣基督遇难的那天 4月2日 4月2日 因为那天呢 是什么 是这个 基督教 这个不是 那应该是犹太利 犹太利的 他们的这个 正好是这个月节 月节 就是最近看没有 张艺谋 改了这个日子 改了4月2号 就是来锁他的 他本来的这个生日 1114和1616 这就是懂的呀 这就是懂的呀 你们知道 习近平为什么 用这个张艺谋了 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陕西老乡 也是因为 懂的 张艺谋怎么懂这个东西呢 这就是上帝安排的 习近平为什么懂的呢 这也是上帝安排的 他们都负有这样的使命和角色 有这个责任 要完成这个 上帝的这个剧本 都是传 说起实话 习近平也好 张艺谋也好 我也好 都是传道人 这些日期 开幕 是吧 2月 这个4号 闭幕 2月20号 那这闭幕是 正月20 女娃补天 女娃补天 然后东残奥会开幕呢 是3月4号 闭幕呢 是3月13号 闭幕是2月 阴历的2月11 等于 东奥会闭幕 东残奥会开幕 闭幕阴历 正月20 开幕呢 东残奥会开幕呢 阳历的这个3月4号 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美国总统就职的日子 两个日子 原来是3月4 后来改成这个 育儿时 世界 世间 世事 没有巧合 都是注定的 就给大家讲 都是注定的 这就是女娃的意思 女娃 另外呢 以前习近平提到的这个什么 这个奥运会的吉祥物 东奥会的吉祥物 活泼敦吼的冰敦吼 喜相相和的雪隆隆 什么时候发布的呢 2019年9月17日发布的 9月17 还有奥运会 这次奥运会的口号 就是这个一起向未来 或者未来以来 就好像中国官方新华社就用这个题 就未来以来 未来引导的 大家知道未来什么意思 未来佛 未来佛就是弥勒 这个弥勒不单止一个弥勒 所有人都是弥勒 就是弥勒真弥勒 这个化身千百亿 实时是 这个是人 是人自不知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是弥勒 就是未来以来 就一起向未来 这个口号呢 是2021年9月17日发布的 隔两年都是在9月17号发布 这个9月17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有些一篇讲的这个冬奥会 和冬奥梦 和这个中国梦 中国梦呢 这两个梦 精彩交织 圆融合合 这是中国理念 开毕 毕什么意思 是和中 始就是中 中就是始 就是始中和开毕 就中国梦 是2012年 一历10月16日 新习平发布的 9月17 和10月16日 就是交织在一起 我们今天给大家 再点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冬奥 这个冬奥会 冬奥会的开幕 开闭幕 2月4号和2月20号 这到相加一下 相加一下 就是月和月相加 日和日相加 就首尾相连 就是4月24 4月24 告诉大家 4月24 是个世界性的密码 是世界性的 这是美国 国家 整个美国 今天就是 世界民主的灯塔 自由世界的灯塔 创立有关 4月24 这个4月24 将来我会给大家讲 4月24是什么意思 整个美国国家图书馆 大家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他就根据这个4月24来的 也是美国 美国共计会 驾驾美国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 那在这儿呢 齐心平安排 这个冬奥会的 开闭幕 这个事件 就含有这个4月24 当然从黄道上来讲 他是 第114天 就是114 114在这儿 是月节 月节 114度 向115度过渡 就距入那个定位度 这指的是这个 我们再往下讲 今天几个信息给大家讲 就是 24号的冬奥会开幕仪式 圣火点燃 圣火点燃呢 有这个五个人 就是主会场这边的 就能最后一帮圣火嘛 两个 安排两个点圣火 一个叫赵家文 一个是 这个维族的 叫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当然这维族了 我们就不再讲他多了 就是四个 汉族的 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个 一个延庆赛区的 设火点燃的 跟张安口赛区的 这不一样 因为北京多安会 是好几个赛区嘛 延庆赛区的这个叫 点火的叫 王汉一 王汉一 就是汉海的汉 汉 这个一二三的一 张安口赛区的 点圣火的叫 王文卓 大家 我们刚跟大家讲了 就是这个 红楼梦这个作者 也就编者 咱们说编著者 郭春珍 他的这个安 安号 就是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卓安 他卓安 但是他的那个 他那个塔上 他那个墓 墓前面那个塔上 就刻着西风发派 开一卓安 所以这两个 点圣火的 结尾这个字 都姓王 这个就叫做 一个一一个卓 就是一卓 然后前面两个呢 赵家文和张 张军英呢 就叫文英 文英 大家知道这个 郭春珍 在红楼梦里几个名 英联 相邻 是吧 就这个文 那个什么 刚讲过 刚讲过这个谁 这个 贾宝玉 被封为文庙真人 文庙真人 大家想想这都是 这都是偶然的吗 是吧 你肯定应该不是偶然的 到3月4号 东常务会 由运动员这个宣誓代表 张梦秋 女的 张梦秋 张梦秋哪个人呢 河北衡水市井县人 我们刚刚讲过 也是上期 前期 讲的这个真实银 回到他老丈人家 就是丰宿 丰宿家 就是 回到丰家 就是丰回 这是 这是在讲 河北井县的世家大族 就是儒家大族 就是这个丰家 就是井县的 横水市的横呢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横就是平横 也是秤 那种横气 横就是秤 你可以说就是天平 就是这个 井县 就是井 这个就是张梦秋 然后男的那个 这个宣誓呢 叫陈建新 这个生日呢 就是1992年6月15日 建新在这什么 建设的建 新旧的新 是吧 然后北京延庆 旧县镇人 圣火点燃 这个叫李端 那就是东藏会的 圣火点燃 叫李端 开端呢 姓李的开端 这个6月15日的建基 就建新 建是个新 建是建新 跟这个开端 是是是 韩义是是 是一样的 韩义是一样的 张梦秋这个生日 是2002年3月9日 39啊 就是在钟表上 你看到没有 3和9是对应的 就是天平的 或是秤的这个 天平的这个 两边 就两边 一切都不是偶然 就是告诉大家 一切都不是偶然 首先这个 这个新新平 4月8号 讲完这个 古安林吃豆包了 那4月10号 就到了海上岛 有人说 上海这个疫情正激烈 老百姓吃不上饭 新新平跑到海上岛 去视察这个种子和粮食了 新平岁 10号到海上岛 到三亚市 到了三亚 到三亚去视察两个 两个 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亚洲 亚洲湾种子科技实验室 一个是 中国海洋大学 三亚海洋研究院 我们先跟大家讲 三亚是什么成立 三亚是1987年11月20日成立的 就去的这个三亚市 10月20什么意思 但是11月20是 这个拜登的生日 彭丽媛的生日 他换算是24小时 就12小时24小时之间 互换的话 120就换算成238 就换算成238 就到了这个种子 种子 强调 种子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只有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的饭碗 在这种子 种到地上 生根发芽 这三亚这个地方叫做亚洲 就是天涯海角 又不是那个悬崖的亚 就是我们讲这个 红楼梦 红楼梦这个 贾宝玉 就在这个 青耿峰 青耿峰在无极芽 无极芽在这个 在大荒山 在大荒山 这就是亚洲 亚洲 种子实验室 种子实验室 要讲中国粮食 要攥进中国的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的饭碗 刚才讲的这个 冬奥梦 跟 中国梦 精彩交织 是吧 冬奥梦 九月十七 这个发布 是吧 吉祥五 跟着口号 发布 中国梦是 阴历的十月十六 世界粮食日 是阳历的十月十六 在这 是不是对应的 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豆包啊 一个吃豆包 哎呀豆包啊 豆包啊 开始意味深刻 给你们讲讲 豆包啊 这个国外零二吃 这个馅饼 外国人还是饺的 就全中国 全世界的人 中国人外国人 都要吃粮食啊 你都要吃粮食啊 所以说 这国际粮食日 就是十月十六啊 是吧 就是 老毛跟那个 二十八个人写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的时候 就1954年 十月十六日 也是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1964年 十月十六日 都是这个 都在扣这个啊 就四月八号 刚讲完这个 吃粮食 古安林的古代 什么意思吗 古物啊 也是连中国 中国古代叫它 古代叫它就是粮食啊 是吧 古啊 就是粮食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紧跟着就去那了 紧跟着就去那了 然后呢 这个 我们今天就 还跟大家讲一讲 本来不想讲 因为这事太深啊 我觉得 不过还是要讲吧 用习近平有这个深意 我就是紧跟着 给大家就像给他 给他做解说一样 跟他这个言行 做解说一样 是吧 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 讲完了 关系冬奥会的这些东西啊 英雄脸就到了 三亚了 最南端了啊 从由北到南了啊 我们刚刚也讲过 这个郭东贤 那个在 湖南一阳 副秋冠 祖师殿 那个留下那个对联 三教合一的对联啊 中国有圣人啊 士祖是师啊 多多西来东土啊 明山藏弟子啊 那个什么 那个 玄玄北镇南天啊 这就是 这个 以先以佛啊 就是明山藏弟子啊 以先以佛啊 玄玄北镇南天 这就 一杆子从这个北京啊 到了这个海南岛 到了海南岛 最南端 到了三亚天涯海角 就去了 就隔一的一天 就到那了 到那又讲了 开始讲了个粮食去了 那就我还得给大家讲啊 就是这个不能省 为什么习近平要特意的 讲到这个国安岭 他有人说 哎呀 是不是跟国安岭 这个 有人在背后运作啊 因为习近平一特意 一点名 那些国安岭 那个代言价值 立刻就 就上来了 那我觉得不是啊 你那首先讲这个 红楼梦 你再遇见这个东西 你先用红楼梦来挤 红楼梦就干这个的 红楼梦净弄这些事 用这些 用这些 看有时候听得很滑稽 有时候听得很不正常 有时候听得很不气眼的 那个 那几句话呀 其实叫威严大义 就红楼梦里 这个写书的这个宗旨 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跟道德经那句话有关 就是家伟 为什么被封用文庙真人 因为他最后归于道教 就罗祖 那么讲过罗祖 创罗教 无为教 无为教也是 罗祖也是先出身 佛教林济宗 最后归于道教 这道德经上讲的 道德经上有很重要的话 历来争议非常大 比红楼梦 对红楼梦的争议 我觉得还大 因为他写的很简练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这是道德经上非常关键的话 古神不死 提到不死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我们先讲这个玄聘 古神你知道什么意思 古就是这个 古子的古 神就是神仙的神 玄什么意思 玄就是刚才讲的 玄玄北镇南天 从北到南 就是玄无大地 但玄的意思是高天 是黑色的意思 是黑的意思 但是他的本意 他是弓弦的意思 他是最早的加文字形 他是弓弦 骗呢 一个牛子旁 一个匕首的臂 他是指的是雌性 就是禽兽的 也叫雌性 就是叫做骗 就是黑色的 母亲母性的 就指的是这个 然后玄骗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绵绵若存 其实就给大家讲 就是绵绵不绝 我们一直讲这个鸾 就绵绵不绝 加巴玉的红豆子 都在讲这个绵绵不绝 就是鸾子的意思 用之不勤 这个勤它本意 它就是戒的意思 就用不尽 就是这个加巴玉 滴不尽 相似血泪 抛红道 这俩是一个意思 就是绵绵不绝 用之不尽 这古神不死 大多数解道德经的 你回避不过去 你必须得讲 古神是什么 因为老子也没有解释 古神是什么 都把它解释成 非常的玄虚 什么元神 什么道 道的代表 说的话基本上 我觉得写的人也不明白 写的人越不明白 又把它说的是 说的是虚的 就是很高大上 就把你绕进去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说的啥意思 古神其实很简单 古神就是人的位 民以食为天 就民的神 对老百姓最管用的神 就是粮食 就是粮食 就是 习为什么要提古爱玲 爱吃馅饼 这个豆包 馅饼 饺的 什么意思 就指的 他指人的胃 就是人吃 这五穀扎粮 吃哪去了 食物 粮食吃到胃里去了 胃呢 就知道 就是豆包 就包子的形状 包子的形状 是吧 包容 无所不包 乾坤淡 包容天地 天地原初的形状 是吧 都一样的意思 他对人为 他记住了 就像习近平 他跟习近平去 带丁小祥 去吃 去乐坛 那个乐坛店 那个庆红包子铺 去吃包子 是一个意思 就指的 喂 民以食为天 生命不止 粮食不止 你才能 人吃东西 你才能活下去 这是生命的来源 然后 喂呢 大家知道 喂是 你不管你睡觉 还是 这个不睡了 醒着 喂是不停的 蠕动的 他就和小沫一样 就是不停的 在这蠕动 消化这些食物 因为他 你就把心脏跳动 跟着喂的 这个蠕动 是吧 像呼吸 呼吸你人可以控制 你可以不呼吸 把自己憋死 但你不能说 你让喂挺着蠕动 这你做不到 你让心脏 挺着跳动 有的据说 高级的那个 那个什么 印度的那个 瑜伽师 可以做到 但他只是减缓 不是完全 让他完全不跳 但是喂你管不了的 他喂 不论慢快 他一定 他在蠕动的 就是骨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什么 玄聘就是 母亲 母性孕育 就食物 在胃里孕育 然后营养 提供给 在母亲子宫里 孕育的 蠕动的这个胎儿 这就是生命的 延续的本质 就那么一个过程 老子说的非常的简单 其实后人 把它瞎解释 但是咱们也不能说 瞎解释 因为你知道秘密的人 不能说 因为这个秘密太简单 我们给大家讲 所有的都指向 喂素 喂土质 指向喂素 是吧 红楼帽特意讲这个 就是 铁侃寺 就是妙玉 不是说吗 我就相中一句话 我就认为这句话 讲的有道理 那任你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馒头 土馒头 是这个水月庵 贾家的那个 还有个寺 叫铁侃寺 就是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馒头 人都要死到 装到坟墓里去 但是这个坟墓呢 就是位素的 位素恰恰就是坟墓 就指的这个坟墓 位素主要在讲 就是大龄 他知道 就是荷鲁斯之眼 那个本意 是吧 但在埃及神话里 这荷鲁斯之眼 它是吃的 就是它是 因为荷鲁斯之眼 跟大家讲过 就是一个三星系统 互相演应 它有周期性的 它互相旋转 它就像造成 这个星星在眨眼 眨眼就要被吃掉一样 叫星石 就是这种 其实叫星石的现象 就我们知道 日食月食就互相演应 它形成了日食和月食 而荷鲁斯之眼 它是一个 最原始的 这个意思 它就是星石 就是在吃东西 在吃东西 但是因为星石 所造成的 一明一暗 一明一暗 周期性的一明一暗 一明一暗 所以在埃及神话 把它叫做面包条 国王的面包条 它是埃及法老的 王权的来源 就是荷鲁斯之眼的本意 但位素是个三角 位素是本意 本来是个三角 也是金字塔的那个本型 三角那个形状 位素的标志 三角那个形状 我们之前好像讲过 大家提一嘴 就是去年就是那个 犹他州的沙漠 突然出现了 布鲁钢做的那个三角的柱子 三角那个柱子 他的纬度正好是在 这个3820 3820的记录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位 他是指位素的意思 位素的意思 我本来老想去呢 但是太远了 太远了 老抽不出时间来 我去一趟 确实太远了 那个 刚刚大家讲什么意思 就是 习近平 是在人民大会堂 借着冬奥会 这个大雪花 开闭幕式 已经这个冰敦敦 这个雪融融 什么一起下未来 所有的这个东西 都放在一起了 最后给大家点 点了个道 就是跟吃有关 位素 指的这个位素 两个三角 相合 就是规矩 然后就是雪花 他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三角形 一正 一副 交叉在一起 就是一个 形成一个雪花形 六瓣 他一个象征 剑刃 一个是圣碑 正三角 正三角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剑刃 道三角呢 是圣碑 也分别代表 男性和女性的 这个象征 就是阴阳 阴阳相合 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了 大家记住 就是那个 你记住看电影 看这个供应会的解释 然后一些东西 包括那个 达芬奇密码 也准备就讲这个东西的 就是 圣母玛利亚的 圣母 圣母的这个 遗体 耶稣后人 那个象征 就是权力的来源 在哪 大家知道不知道吧 就是达芬奇密码 最后是在 罗浮宫的 金子塔下边 一个道金塔下边 下面一个小金子塔 他在星空之下 安眠 见日于圣碑 什么守护他 就真正的圣碑 真的圣碑 指的是 母性的子宫 也指这个胃 他记住了 也是这个胃 上面的胃 下面是女性的子宫 都是位宿 是个三角形 女性的子宫 也是一样的 他就涉及到 清耿风 就是男性的 说一实话 就难听点 就是薛判讲的 一根基板往里戳 就是 就是见日 就是见 见的这个象征 见的象征 因为 说这个 是为玄聘 就是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 他在讲这个玄聘 母亲 黑色 黑色代表玄天 代表高 代表星空 鸿蒙太空 太空的颜色 就是 红龙帽讲的 我所 这个游戏 鸿蒙太空 就是 也是罗祖 罗祖叫 红阳教 我们讲过的 红阳教 这个 修这个教 很简单 就念八个字 真空家乡 无生父母 在这 这是真空的颜色 太空的颜色 从黑暗的太空 太空而来 就是 这是我们的母亲 就是孕育我们的地方 就是 指的是这个 他的一系列的这个符号是互相 连在一起的 所以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这个呢 很多解这个 解道德经的 这没法回避了 他就指的是产道 就是 这个 母亲啊 生育胎儿的 胎儿出来的这个通道 叫产道 这就对明法解释 就是生门 我给大家讲过一个 古说有个人做着梦 都关在监狱 那时候 关在监狱 可能 戴上天就把这拉出去杀了 然后他就 头一天呢 他梦见他 他母亲的这个阴部 就是生他的这个 生他的地方 他他不知道怎么 他但是梦见这个 他感觉很不好 他正好这个 同 求是里的 有其他犯人会解梦 说恭喜你 他说原来为什么恭喜我 他说 恭喜你 这是你出生之处 所以你现在 你梦见这个 就是意味着你 重建生路 重建生门 你能 你放心 你没问题了 结果果不其然很快 就赦免了 放出去了 这个在这意思 就是历来解的 都没法回避的 就是 并且他们说的 哎呀老子 意思就是 喜欢用这种粗的 就像我们学潘讲 一根鸡巴往里戳 用这很粗的东西来 词来解释 非常原始的道 但这个并不 老实 对老子来讲 甚至从历史上来讲 世界各国的文明 各地的文明 东西方文明 包括印度 印度教埃及 什么的 中国的道教 什么的 都是 没法回避的 因为这确实是 人类的本源 人类的本源 我们既然说 人有生命 我们作为人 这就是你的本源 你根本无法回避的 当然用文雅词 叫天地和 阴阳和 乾坤和 是吧 他用这种形容 但是根本的东西 你不能回避 就是你的生门 每个人的这个生 就是生机之门 玄品之门 是为天地根 就是天地的本源 就是天地的本源 就在这 我们给大家讲 那个什么 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就是贾宝玉 就是最后是在 批灵义 跟贾政败别 又僧道 这个雪从天上 降到地上 这在这 雪是华絮的意思 就是意味着 大家僧道如 都回到华絮 都回到华絮去了 然后这个 批灵义 为什么要 一定要在批灵义 出现这个问题呢 灵 刚才讲了 就是卫塑 那个灵木的意思 坟木的意思 就是妙玉说的 那个土馒头 也就是这个 卫塑的意思 食物在 在卫里 在在 在卫里 消化了 都被消化了 就是 没了这个 然后 人体才能吸收 批灵这个 一个田字 这边一个子 此是什么意思 此就是 此呢 左边 这个 是个指 这个指呢 就是 告诉大家 这就是脚 古人用 用他的话 这个脚 站在这 停止的意思 就脚 脚指 就你的脚 然后这边 这个壁呢 它是 它的这个 它的本意 是个人 知道吗 这是甲古人 这个人 人族的意思 这个此 就是人族的意思 田呢 大家知道是 田是什么意思 田是产粮食的地方 它也代表大地 也代表牧子所出 但这牧子啊 人的这个食物 都是从田 大地里长出来的 然后田呢 又代表 代表大地四方 然后大地四方 也代表这个田的形状 就田梗啊 大家知道田梗啊 就是 横平树直 东南西北 经纬交叉 就是古代的田 就在方田 田母制度 它要方的连着 量着的东西 咱们当然不说 这个山区那个 踢田 那个叫鸡窝田 是吧 那不提那个啊 咱们就是平原上的 大门田 它这样 丈量的时候啊 都是要横竖来丈量啊 就是田 这青梗峰 这个梗字 就是田梗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明的 就是脚印 人的足 站立在 经纬交叉的 大地之上 这是毗邻的意思 但是田呢 就是长这个木 长木子 木子 就是耶稣嘛 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粮啊 你们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是吧 耶稣最后给大家洗脚 于月节 含义都是一样的啊 含义都是一样的 都是跟这个位宿有关 大地呢 这要容纳一切 也相当于位啊 就是像坟墓一样 人埋到坟墓里去 也相当于建了位了啊 就大地也是位了 这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郭独贤的这个安号啊 大家知道这个谁 这个郭春珍的安号 是这个卓安 是卓安 那郭独贤的安号是什么 是歇安 歇安 前面前面没给大家讲 歇是 就一歇 此二 上面个此 下边个二 这个历来的 不管双解字啊 古来这个解字的这个文献呀 都没法解 这叫无解啊 就不可解 就是为什么这个歇 一歇在这儿是少的意思 是一歇的意思啊 就这样是他说是少的意思啊 就是一点啊 一歇啊 但为什么叫此二呢 不知道怎么说啊 无解 说明解的就是无解啊 不解啊 不解啊 就不知道我前人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歇 今天跟大家讲明白 歇跟这个批林这个皮字是一样的 歇就是此二 二是什么 二是天地 一横是天 两横就是天和地 啊 然后 这个 此呢 就是人足 人 站立在 天地之间 跟这个批林 这个是一样的 批林这个皮字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郭初贤最后 化身的这个僧道啊 跟贾 贾正是他的仕途化 官方化身 僧道是他的宗教化身 啊 就是象征三 三教合一 是吧 来越狱这个石头 越狱这个石头记 给大家讲王权 每个人都有王权 每个人都是皇帝啊 都给你个玉玺 然后玉玺上刻着反文 刻在地上啊 就是你的就像脚印一样 他就是反文 然后刻在地上 这个验出来 就是正文了啊 就是得正道 正道来自反文啊 就每个人都要反叛 都要造反 就习近平讲的 自我革命 与社会革命 伟大的自我革命 伟大的社会革命 叫做两个革命 都是在 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都在讲这个东西 叫国之大者再次于荣 荣就是大仗啊 那当然是革命了 是吧 就是 这个 歇安 就代表了这个意思 啊 大家就代表这个意思 啊 就像 郭春镇的这个主安 就是时日 时代者什么意思吗 啊 时 大家知道我看今天 新华社发的这个 在第三 次历史决议啊 中共十九届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 将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 其中点到的十个明确啊 红终帮的大链出现十啊 十跟郭春珍这个讲一管 十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啊 就是这个 经纬啊 经纬交叉 时日补啊 补是占补的意思 占占占卜上天的意志啊 就上天意志的显示 就是这个时日啊 就是赖兵外皮 跟这个 歇啊 它是什么关系了啊 也就是知道这个 古神不死 玄品之门啊 天地根 到底什么意思了啊 天地根 就是人足印 你要屡计 人要 堂堂正正的 站立在天地间 你就是青梗 你就是青山 你就是极 皇极 顶天立地 就他 就这个意思 啊 就这个意思 就传道 就这么传 说习近平到那去 4月8号讲完这个之后 好 去了 大家知道 冬奥会 就比速度 比快 啊 你追我敢 滑雪滑冰啊 大部分都比这 比速度啊 是不是就是 我们讲 红楼梦结尾的时候 是吧 僧道 这个挟持的宝义 在前边 然后贾正在后边追 然后贾府的那个家人 在贾正的后边追 你追我敢 又是雪 又是冰 深一脚前一脚啊 又滑 大家想一想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 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啊 就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之后 你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啊 习近平负责 这个操办这件事 一定要干这件事啊 中国要承办这个东西 然后张艺谋又 用闭幕式的这个文艺 艺术性 文艺形式来 来表现 都是最后都是一样的 都是传道啊 也是应验上帝的预言 大家记住了 应验上帝的预言 中国是北京是唯一的两澳城市 一个澳是五个环 两个澳就是十环 两澳就是十环 然后一环套一环 叫的这是连 两澳 两澳在一起是十个 十个环 十 十就是郭成真那个 发明连等 那个连 对联 就是对联的意思 就西方拿的水杯 就对子的意思啊 就是对联的意思 对联这个连 是古代的一个户口编制 是十个人啊 为一连 或十户啊 为一连 然后就是这个 着安这个着字啊 十日补啊 都是你占补得到一个十啊 十日 日日天经 天经地位 交叉在一起 十字架 那就是耶稣最后救育 在十字架上吗 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习近平去这个 这个 就叫行为 艺术 行为艺术 张艺谋用那个 习近平用这个 叫言行 跟他学 跟他学 是在阐释这个道 反反复的阐释这个道 也就是说 佛教 讲这个 顿悟 遗产题能成佛 为什么咱们说 红楼梦 为什么把这个 故事的主角 这个 缘起啊 放到苏州呢 首先这个苏字是草木复生的意思啊 咱们知道人活一世草木 草木一秋啊 就人就是草木嘛 就草木间轮回的生长 树木有年轮 放在苏州 苏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苏 苏州跟那十字的对应 最重要的就是 巨鲁竹道生 啊 当你说 巨竹竹不一定是巨竹县啊 就巨竹道生 在苏州 巨石为土 讲一产题成佛法 那时候大家觉得 这个成佛啊 你必须要修行啊 要悟性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道理没有 如果你要是强调成佛 他必须要跟修行有关 跟你的悟性有关 跟你的说一下 跟你的智商有关 如果跟你的学习有关 你要设定一切前提的话 那就注定了 因为人就无法成佛 什么道理呢 就是因为 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道理 所以就说到了 就是如果你要是说 讲这个东西的话 讲这个学习啊 什么悟性啊 什么师资啊 什么什么这个 讲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成了奥运会了 那真就成了奥运会了 咱别看我们刚才讲奥运会啊 人类更高更快更强 是吧 但是真正修道可不是这样的 是吧 这有条件的人 像为什么这个有人的 像西方的 像美国这个西方的 欧洲这个奥运奥运手 他都不一定是国家队的 他自己训练 是吧 他有人赞助他 有人钱 他用科学的方式 最好的老师 是吧 用最科学的训练方式 他有资金 大笔的资金啊 和精力灌进去 他就比其他人厉害 但是你修道可不是这样的 修道是人的根本人权啊 修道是人家回到本源上去 就是在这个道理上 就一直意味着 你一念就 一念成佛 一念成佛 所以也讲 放下徒刀立地成佛 不管你在最后的审判之前 上帝不能以不教而助 也就是造物主不能不教而助 要尽量的把所有的信息 让你决策的信息 做出选择的信息 启示你觉醒的信息 通过各种渠道 通过所有的方式 给你 让你去 去觉悟 他也是个考卷 传道也是个考卷 传道也是审判 我告诉大家 传道也是相当于审判 就是他本意就是说 要见到 作为造物主 要见到所有的责任 让你 知情权 知情权在你 选择权 意味着也在你 因为上帝不能替你决策 因为你的自由意志 不可剥夺 你的造物主 都不能剥夺你的自由意志 更何况这个世间 不管是谁了 不管任何人了 张三 李四 王五 马六 什么皇帝 神仙 都更不够格 你的造物主 上帝都不肯 去剥夺你的自由意志 但是前提就是 你自己做决定 自己决定 但是上帝一定要把这个依据 把所有的信息 整个人类文明 有谁了 所有的信息都给你 不厌其反 都给你 就是主导生 他就讲这个 就是立产立成佛法 就是抛弃了一切的 前提条件限制 就是一念成佛 你现在不管任何机缘 你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你做到了 做出你的选择 你就成佛了 就这个意思 是在苏州 当时其他人都不认可 那就说 有作恶的人 或者有些人 咱们知道 说一句话 还有有些人 还是觉得自己聪明 或者他有这个条件 或者有自己好的老师 或者有好的机缘 然后看不起其他的人 看不起其他的人 心理上总是不觉得 总觉得我能先成佛 我能先得到 是吧 但是他不应该 看不起别人 但是他总觉得 他应该在前边的 他应该最应该得到的 其实告诉他 根本不是那事 他知道六祖会能 是吧 不认字吗 那不认字的 就是 那个历史记载 他不认字 但可能后期五季 他应该会认的字 他又跟谁 又跟谁 是这个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似的 是穆圣 穆圣也是不认字 没文化呀 所以天使传给他 他就信了 是吧 他口述出来的 他形成了果然经 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都是讲东西 他这个故事的发生地 就是在这个苏州 就是湖丘 诸道生 巨石 为土 建而易产提 成佛法 那是所有人的 那个修行都不认可 他被排挤 无处可去 在苏州 终于有石头听懂了 这就是红楼梅 刚一开篇 僧道遇见石头 那石头 为什么他 那个石头成精了呢 因为他女娲补天石 他当然知道 女娲补天石 女娲造人 造人都是平等的 天道就是平的 是吧 天道亏了补天 就是有人破坏 他的平等了 是吧 不平衡了 所以这个女娲补天石 就是她想去补天 所以她有这个 有这个机缘 所以听这个僧道 讲 她的本身的意思 就是在 在重现 巨鲁竹道生 巨石为徒 给丸石说法 然后深宫说法 十点头 丸石说 听懂了 竹道生说 我讲了这个 一台称国法 合不合乎 佛祖的原意 那石头都点头 所以大家也明白 大家也明白 红楼梅讲的 是所有这些误道 误道公案的 这个大综合 所以她是一个 她不能讲这个原创 她是一个大综合 整个大版 误道大版和全书一样 她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习近平讲的这些东西 就让大家明白 就是 用她这个言行 用她一切的东西 再讲给大家 张艺某也在讲 习近平也在讲 我也在给大家讲 这是正道 这是真道 这是真的上帝的启示 但个人讲的角度不一样 她效果 大家知道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也明白了吗 如果习近平 有些话 她是不能讲的 如果在她那个层次上 她要一讲 她知道 为什么要出问题了呢 她比方说习近平 直接告诉大家 说好 这个比方说 李渔说的对 袁昌军说的对 就是那么回事 那完了 那完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也好 世界上大多数 很多人是迷信权威 迷信权威 他其实不是相信 这个道理 他是相信 是因为谁在说 他才信 所以为什么要我 让我来说 我这个人 给大家讲过 不能说十二不赦 反正基本上差不多 也没有什么权威 也没什么背景 是吧 啥也没有 就讲这个东西 咱们就说一说 咱们这乡亲里 很多很多人还是 说一说 我认为是很相信我的 我是真是受宠若惊 但事实上就是需要 我这种人 即使这样 我还是反复反复 不厌弃反复的说 我一再的不愿意 让大家是因为我 这事我说的 然后我说什么都是对的 不要这样 每个人都要 我一直希望 把我的思维方式 传递的方式 告诉大家 让大家自己做出 自己的判定 我一直都是这个意思 大家记住了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东西 等于说 习近平做这言行 我们俩 我们俩相当于 就唱双簧一样 他在做表演的前边 我在后边 给他解释 给他解释 等于说 一个在朝 一个在野 是吧 来共同完成这个传道 所以习近平 不能讲的东西 我能讲 我能讲的东西 那可能习近平 不能讲 或者像张艺谋 用他那种形式来去讲 是吧 我们讲的什么呀 讲的不是自己的发明 讲的是 讲的有一个载体 就是红毒梦 大家都耳熟能详 就是不管 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读过 或者是多么熟练 但起码你知道 里面大概的情节 你知道 是吧 知道这个红毒梦 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习近平4月8号 在端号会上 讲了这些东西 然后马上跑到 这个三亚 跑到三亚 再次来呼应 他讲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呢 大家知道 第二天4月10号 习近平就 11号又去了哪 就去了 去了乌指山 乌指山 又乌指山 等于说又去了两个地方 乌指山 一个是这个什么 这个海南 这个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的 这乌指山 这个片区 这个乌指山 这个海南 这个热带森林国家 国家公园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它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就是 然后新平去的是 乌指山这一块 然后还去了一个什么 去了一个这个 一个水满 就是离族的村 叫水满乡 什么这个 什么纳村 反正大家记住 这个水满 水满知道了 我们刚才 前几天刚才大家讲 清可清 给这个谁 给这个王熙凤 这个托梦 就讲这个水满择义 意思就是这个 就讲到水满择义 水满择义什么意思 说的就是满清 水满择义 就是 那叫世间的一种道 那叫世间一种道 你看吧 新平今天 当然说这个 在中国的昨天了 就去了 就就 就讲到 就去了这个村 离族村 离是什么意思 这个离它也是黑色 跟刚才讲的玄片门之一样 玄片之门一样 是吧 玄片之门是为天地根 然后这个古神不死 是为玄片 玄片之门是为天地根 就玄也是黑的意思 然后叫黎民百姓 为什么 然后黎还是什么意思 黎是一种 一种这个叫粘鞋用的 古代粘鞋 做鞋底 把鞋 一种粘鞋用米浆 做的粘鞋的胶 这我亲眼见过 我小时候 见我母亲 做鞋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我知道 那个调音都 调音都没这么好 我母亲手很巧 去做鞋 就用这个米浆 就指的就这种 就是离的意思 它跟粘鞋有关 大家记住了啊 习近平去了这个离族 然后去了这个 海南 热带 雨林 公园的五指山 这个片区 在这儿呢 走这个木栈道 讲 绿水青山 说绿水青山 也是国之大者 海南岛 当时这个国家设计 中国设计五个 五个国家森林公园 都是习近平的指示 包括海南岛这个 习近平说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不只是海南省的事 这是跟全国都有关 跟人类都有关 就是讲的这个绿水青山 这是国之大者 这习近平去海南岛 干什么去了 他在呼应 他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习近平去了 这个湖州 大家知道对应 红绒帽里的8月15 他8月15去湖州 对应洪绒里的8月15 对应这个茶 对应这个绿水青山 对应这个 然后去了 去了三十二十八 去了 去了什么 去了这个秦岭 在越南亚 讲国之大者 绿水青山 祖脉 水源 是吧 河河南北 乌志山这个森林公园 也是一样的 他再次又讲到了 是乌志山市 这个海南岛的气候 和水的分水岭 分界线 分界线 分界线什么意思 两个气候分 但是相连 相对又相连 都是同样的意思吗 再关键跟大家讲 这个 新闻去的这个地方 那个什么 先去了 三亚 然后呢 第二天去了 五指山 第二天去了 五指山 十一号去了 五指山 什么意思 三五之术 我们不讲三五之术吗 这叫三五之术 然后十一号去五指山 一一五 一四一五的知道 就是约结 通过聚主 卫塑 聚主就是那个卫 粮食 路的本意是粮仓的意思 粮仓也是卫的意思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有关联的 然后三十五 三五之术指的物虚 物虚 是干这第三十五 就是五一一 五一一 五一一对应 四活物之术 就对应二八 物虚 物虚日 就跟 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老毛去了 这个建立北京 把这个 中南海 当做他的 中共的 中南极光所在地 他在那个营台上办公 习近平现在也在 营台上办公 他主办公室就在那 营台的就是 光绪啊 光绪死在那了 光绪十一月十四号 死在那 然后 老毛的这个 夫人阳开会 十一月十四 牺牲的 被湖南军阀 杀了 老毛就在那办公 老毛在 十一月十六 十一月十六写信 写这个 写这个 讲红楼梦 十一月十六号 原子弹爆炸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跟这个 都跟这个有关联 都跟这个有关联 就是新一平讲的 这些言行啊 也是一样 就是物虚日 他知道讲的是物虚的意思 就是代表那个 十一月十六 跟这个物虚对应 那天叫物虚日 所以老毛在 给二十八个人 关于红楼梦研究 那个信里边 提到了 清宫秘史 和物虚传 清宫秘史 就是物虚变法 光绪跟真飞 光绪最后 真飞死了 光绪最后死了 那个电影就讲这个的 所以老毛这个信里 大家知道 提到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意外 他都是按 红楼梦这种形式 是来 表示传递 某种信息 为什么 他也 老毛也不指望 别人能懂 但是作为 他已经得到 已经误到 这些东西了 他就要去做 做这件东西 为什么 中国 世界都一样 古往进来 很多宗教 很多小说 很多文艺作品 很多建筑 很多预念 都是这种形式 就是你误到了 你就要有责任 把这个信息 把它传递回去 传递下去 以你的身份 以你的方式 把它加一层认证 所以老毛那封信 就是一个秘密 他又是解开秘密的见证 他又是再一次加密 所以换了席 席又继续在接着做 继续在接着做 等着最终一天解开 所以今天我们就 讲到这儿 因为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给大家讲 有些东西你不明白 就像习近平吃包子一样 我刚才就说习近平吃这个 说国外领 爱吃虾饼 他知道虾饼啥意思了吧 都是指的味 然后迅速又讲到了 去吴仁山 去海南岛 三亚 这个亚洲关种的科技实验室 讲钻金种子 端稳饭碗 都在讲这个粮食 就是骨神不死 在这儿你今天听我讲 就明白 什么叫骨神不死 骨神不死 是为玄品 母性 都是孕育子宫如动 胃如动 生命不息 然后 民以师为天 也就知道为什么 耶稣在最后的月节 要吃 要喝